好,那么注意,上面这一部分啊,就是我们这个Gate啊,最基本的一个操作。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,在我们这边有一个插板的啊。 好,那么先看这边啊,Gate基本操作。 Gate基本操作呢,首先你要想使用Gate去帮助你管理某一个下面的文件。 你需要进入这个目录使用这个GateInit啊,它呢就会在你这个目录下面给你创建一个点Gate目录。 那么这里面呢就初始化一个空的版本仓库啊,这个命令。 然后版本创建的话啊,分为两部。 编辑完一个文件之后,或者是目录之后,你可以使用这个GateI的文件或者是目录。 把你的修改呢,把它放到这个暂存区。 然后放到暂存区之后呢,你如果想创建一个版本记录的话, 你就使用GateCommit-M,后面呢跟上版本的说明信息。 它就会帮你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啊。 那么说,在Gate里面创建版本记录的话, 那么其实呢只是记录它的一个修改啊,几时记录的一个修改。 所以后面的这个版本呢,它是依赖于你前面的这个版本啊。 你就可以认为这些版本之间就有一条线把它们串联起来啊, 串联起来。 OK,那么然后查看版本的创建记录,你可以使用GateLog啊。 然后版本的回退怎么做?两个,GateReset刚刚Had,后面呢你可以使用Had加上几个坚冠号表示是某一个版本。 你也可以使用Had后面跟上一个版本序列号啊,回退到某一个版本,这版本回退啊。 那么,然后还有一个命名呢,叫做GateRifLog,这GateRifLog呢,它可以呢去查看我们操作的记录啊,操作记录。 那么在Gate里面呢,有这么几个区域,工作区,版本库,然后版本库之间呢,还有一个区域呢,叫做三层区。 那么,我们编辑文件呢,都是在这个工作区啊,都是在工作区啊,您注意啊,这里面,我先拉一点啊,OK。 好,那么这里面,再一句啊,编辑文件啊,编辑文件都是在工作区啊,编辑文件,那么都是在工作区啊,OK。 那么GateAd呢,是,是把你工,你对工作区文件的修改呢,把它放入这个暂存区。 那么GateCommit呢,是把暂存区的修改,一次性的做一次版本的记录啊,版本的记录,OK。 那么Gate呢,它是管理你这个文件的修改,你在GateCommit的时候啊, 它只会把暂存区的修改去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啊,版本记录,OK。 那么你要撤销修改,怎么修改? 那么撤销修改呢,直接丢弃工作区的改动的话,是直接GateCheckout的杠杠文件,丢弃工作区的改动。 那么如果修改已经加到暂存区,但没有Commit啊,这个首先先使用GateResetHive的文件, 先去撤销这个暂存,然后再使用GateCheckout去丢弃这个工作区的改动啊。 那么第三种情况,已经创建版本记录了,怎么做?进行版本的回退。 好,那么再往下,对比文件的不同,对比文件不同的话, 那么对比工作区和版本库某个文件的不同, 那么这个使用GateDev,然后后面跟上某一个版本啊, 然后呢两个横杠后面跟上某一个文件, 这里面就代表是对比工作区里面的文件和Hide版本里面某个文件的不同。 那如果是对比两个版本之间某个文件的不同的话, 就是也是GateDev,然后后面呢跟上一个版本, 再跟上一个版本,刚刚后面呢代表你要对比这两个版本里面的哪一个文件啊。 那么对比文件不同的时候啊,你要注意它出现的这个提示, 就是它的加减号啊,对应的是哪一个文件, 哎,这个你要知道啊,这你要知道,OK, 那么再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删除文件,删除文件, RM删除一个文件之后,那么你可以呢, 想恢复的话直接使用这个GateCheckout, 假如说你RM之后呢你确实要把它删掉, 你可以呢使用GateRM文件,把这个删除修改呢, 把它添加到这个暂存,啊,添加到暂存之后呢, 你要想恢复这个文件的话,使用这两步,好, 删除一个文件之后对吧,添加到暂存并且Commit了, 那你就要进行这个版本的回退啊, 版本的回退,OK,这里面这一部分呢, 就是我们Gate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啊, 就是你开发时候,常用的一些基本的操作啊, 就这么多。